由数十位南加州优秀艺术家共同创办的南加州中国国乐团 将于25日在洛杉矶圣安东尼学院剧场进行首场公演 带给你一场中国民族音乐的盛宴 请看报道 成立20多年的洛杉矶著名的春雷国乐社 又增添了新鲜学业 为了继续的传承和推广中国的国乐 他们成立了南加州中国国乐团 团员大多来自两三地专业和业余的音乐奖 除了在国内外明月比赛中获奖 二十多年来也参加了美国本地的文艺演出 在主流社区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 南加州中国国乐团 由河陶市副市长苏王秀兰担任董事会主席 王国平担任团长 团员目前有50多位 这一次是有很多我们社会真的是有心的人士们 比如说像皮特王 王先生 还有REMAX的老板 他们提供这个场地给我们这五六十位的音乐家们 已经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在做这个rehearsal表演 那我们这一次是第一次公元 那我想我们中华民主五千年悠悠的历史 我们在这里最重要的还是要把中国的国乐传承出去 给我们主流 给我们下一代 然后也能够借这个音乐的平台 跟主流社会建立一个桥梁 这样子我们也能够把我们的文化传承给我们在美国的下一代 我们忠诚的希望 借于我们的努力 我们中国文化能够在美国生根 然后融入美国的文化 新闻发布会上指挥张一辰还介绍 25号的演出由核桃学区 华裔家长会等团体赞助 乐团将演奏二十多种弦乐 弹拨乐 吹奏乐和打句乐器 内容包括中国著名的民间乐曲 电影插曲 和指挥家陈西洋 根据菊花坛改编的二胡语大提琴重奏曲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 洛杉基采访报道